吉隆坡捷运路线将会在今年年秒全面启用 国家基金公司有信心 捷运系统全面提升之后 将能够改变巴生古一带居民 搭乘公共交通的习惯 预料乘客人数将会增加2% 国家基金公司首席执行员 纳杜·阿兹米透露 目前格拉纳在野路线 是最繁忙的捷运路线 每一天的载客量超过46万人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